就是你忘记怎么开始吗 就是闲聊闲聊 然后你会突然间不知音乐的时候下个音乐 然后我就会措手不及 然后每次都会骂你 这大概是一般的路数 大家好 欢迎收听1加1电台 今天是EP147R 我是林 我是依丽 哇 很快的一个礼拜又过了 每个礼拜都会过去 下一个礼拜就会再到来 一周就有7天 然后每一天你都会度过24个小时 20小时 有8小时要睡觉 有时候可能只睡5小时 那睡了过去以后 又是新的一天的开始 可见我们这个频道非常的废话 记得那天过了就过了 你再也没办法回溯了 所以要每天珍惜你的那一天 我要先分享一件事情 嘿 就是我们的Podcast 不是现在转移了一个新的频道吗 呀 然后 你每个礼拜都会讲 对对对 但是这是因为我妈上次说 哎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转到另外的频道 那个观看很明显的就往下掉了 因为我们之前如果在YouTube 自己的YouTube频道 就大概会有1到2万嘛 嗯哼 但是现在新的那个频道呢 骤降到只有一千出头 嗯 所以如果不知道的 会以为这个频 这个 这个频道已经在走下坡了 其实也是有一点走下坡 所以你妈就是觉得说 这个频道走下坡吗 她替我 担忧吗 担忧 是不是要有一点新的变化 或是内容 不要老是聊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也会聊得很无聊 还是妈妈要来 不要 不要 你知道我就有想过啊 如果真的是不知道聊什么时候 先就从正美正男抓起 然后再来欧文范 然后再来你爸你妈 再来我爸我妈 再来我妹 然后差不多OK了以后再一个循环这样 其实基本上不会有聊不完 只是主题要定得好 你主题定得好的话 你就会找适合的人 公嘎屁为 就好像1.24小时一样 没有啊 那后来你怎么回你妈 我就说正痛起啦 刚开始啦 而且很多人都不是在YouTube上听啊 他是在Podcast上面啊 但是因为对于可能有一部分人 他可能真的没有习惯在用那个Spotify 或是Apple Podcast 所以YouTube他就是他听的地方 所以真的有一些人就这样小时了 好不好 所以再麻烦各位 我看你会一路宣传到多久 可能一万后 我就不宣传了 回到八成的能力 OK就算了 就算了就算了 好不好 帮大家告知一下 他们现在已经换频道了 还是有在Podcast 好不好 Youtube搜寻1加1电台 Yeah that's right 大家好烦哦 大家听到这个也听到烦死 不再业配自己了 不再业配自己 不可能 你下个礼拜可能应该再继续这样子 不会不会 你会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 你现在连你妈都端出来了 不知道下礼拜还可以端谁 我就听 下礼拜会我端出来了 管理员说你们自己 管理员 不要不能管理员 我们现在很担心就是我们这个大楼里面有人在听我们的Podcast 我突然有分享我之前有分享给就是我们的公司的人听 就是有一天我们从我们家大楼要准备上楼的时候 然后我就是走在前面 然后就听到后面有声音 因为你知道后面有听到一些关键字的时候 你耳朵就会放大 尤其是我 我就听到有人说 阿黄我跟你说 这个前面这个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就是那个 那个阿威说的那两个啊 网红啦 对啦 就那两个网红啦 这样子 然后我就是用一个血厌的余光看一下 他大概是一个正要骑机车的妈妈 然后那个阿华是一个爸爸 他们就在说 那两个是网红啦 他从背影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可见的 我们在这栋大楼不知道被传到多少去 风云人物 然后我猜那管理员早就知道我们是谁 但是他就是一直没有这样子的 我也希望就是保持一种神秘感 就算他知道我们也有一点点 有点 有点什么 你要说什么 有点 你干嘛 默默关注的感觉 不一定每次都要讲白 我觉得他现在是默默关注 不敢跟我们明讲 但是好像他还蛮明显的 有跟正美跟正男讲说 诶你们是不是很忙啊 什么什么的 但他可能有听 所以我们就要说你表现得很好 就这样继续下去 我们非常喜欢我们的管理员 他们帮我们 他帮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比如说帮我们 不用讲出来 不用那么细节 就是管理员干做的事他都有做 这样 非常好啦 反正这边住了两年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对 然后咧 我们 没有但刚刚那个 我其实在路上游的时候也是会遇到 就是 这有点算是我们的代名词 网红 对 但是我对网红这个词 就一直以来就是我有一种 听到就有点讨厌感 我不知道这个原因是因为可能 每次新闻只要有什么事件 就写网红 某某某 然后这个网红这个词就有点负面 现在大家觉得网红跟YouTuber 这两个词就是一种 负面教材的人 就是不读书 长大当YouTuber 长大当网红那种感觉 那你知道艺人就没有这种感觉 艺人他就是可以拆分 有些艺人是这样 有些艺人就是正常 但是他通知所有的人 但网红就是有一种 我每次只要在新闻上面看到网红两个字 不管今天是好坏 那个留言永远都是先骂 谁 网友 不是我是说网友都说谁 很重要吗 对啊关我什么事 我家的狗狗真可爱 这是我今天吃的晚餐之类的 所以我们要想一个词 可以翻转这个网红 你想了别人就会跟随吗 你想想看 我突然觉得好像跟着无关 因为接下来我今天换一个词 叫做帅哥好了 就充值这些创作者好了 只要帅哥也会变负面名词 对帅哥只要多了 开始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还是会变负面 好不好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我们自己要努力 没错 算了啦 就这样吧 我们要探讨什么啦 对啊 我是伊利啦 大家就是通称我伊利就好了 叫我令就好了 千万不要叫我网红 你还如果合照说 那个网红可以跟你合照一下 真的会有点不舒服 我会直接拒绝你 谁 我家的猫咪真可爱 看着这样 但是你们可能下周不会碰到我们 可以 我现在好开心 我们又来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员工旅呀 对 然后我先跟大家讲 我们之后会拍一支影片 然后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多人都会看过 就是几乎每个YouTuber都会 那你先不要讲嘛 都会去做一件事情 但是 哎呦 我就是觉得说 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 而且我们有正美跟正男耶 然后也有一加一的伊利跟利耶 你为什么现在要把他放在前面 感觉好像他们比较 没有啊 看我们看利耶 至少看我们也八九年 你不要下这种淡数啊 我们影片就是好看啊 好看不一样好不好 我觉得重点不是拍不拍影片这件事情 拍影片是附加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员工旅游 其实我觉得我们上次的员工旅游也蛮好玩的 虽然那个行程蛮烂的但是大家都贡献 我觉得挺好的耶 但是你认真说它就是一些你网上查得到 它不是很特别的行程 是但是如果没有大家一起去的话 基本上我不会自己安排 对所以我觉得好玩就是这样 不管今天那个地点是哪里 你去了每次的人不同 就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就像我可能去过一些国家 但我跟你去过另外一个国家 我永远都只记得 我只跟你去过那个国家 其他人去了我就不记得啦 对啊 就像你自己去了埃及 我都还没有去过 你不觉得应该去一下吗 好 如果明年度呢 有那种埃及的观光政府 想要赞助我们去的话 我们员工旅游改办去那边 哇哦 好不好埃及 哇哦 真的啊 我真的觉得埃及很值得去啊 哇哦 真的假的 只是我一直觉得这不适合 就是只有两个人 它真的适合一群人 你说要充胆量吗 嗯而且人多会比较安全啊 哦 好总之就是这样啊 希望我们可以获得 明年埃及员工旅游的机会 希望各位多多帮忙了 哈哈哈哈 好啦反正我们这次的尴尬了 你不接话我尴尬 那你要去接我 没有 就这样啊 要员工旅游啊 就这样就这样 我们要去员工旅游 反正就是 Podcast不会停根啊 不会啊 我们有 这就是预录的好处 对 大家不用担心这个 对 然后我们的成员就是 郑美 郑南 伊利令 还有你们知道的 一加一快乐好伙伴 嗯 欧文跟慈翰 就这样 所以你们现在正在听到这一集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 在爽了 爽了 对 然后我 这次因为我们有三天的行程 是已经是固定的 大家也知道 就冬天你会去日本 然后大家很常拍的东西是什么 就不多说 不爆雷 哦我知道 游泳 差不多 泡温泉吧 对 然后剩下来 大概有一天半的自由时间 我就跟Lin 有一点在 纠葛 在讨论 我们大概讨论了一个礼拜了吧 就是我们是老板的身份 然后就是一直想说 员工旅游 有一天半的自由活动 请问真的是要让 员工自由活动呢 还是要一起安排去哪里 我觉得这件事 我们到现在 明天就要出发了 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件事情 其实我心里有个底 你会安排一个区域 例如我们可能在池袋 那在这个池袋里面呢 可能有一个时间 是大家可以自由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 因为毕竟出国嘛 而且就是日本 但是我们不可能两天都栽在池袋啊 对啊 那另外一天呢 一整天呢 另外一整天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固定行程啊 我们可以说 我们自己会去这些有趣的 看你们要不要跟 对 如果不跟 你自己想办法 你自己想办法 没有啦 我只是觉得就是有一些选择在啦 你总不能员工旅游 然后大家都不见面吧 好像也蛮怪的 不会啊 因为前三天 有三天半到四天的时间是都在一起 然后晚上可以约吃饭 还有一个问题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语言能力这么强 所以当一个到国外的时候 我们又不是很团体型 所以基本上如果他没跟你走 他也不知道去哪里啊 如果是我的角度 我就会觉得 那我就跟你一起去啊 反正我也没去过那些地方啊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先讨论啊 大家可以先把一些有趣的点先提出来 因为我啦 我自己喜欢的员工旅游 是一部分的自由 一部分的团体 然后至少你还有一点时间 你可以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或者去自己要的行程 但我能理解 我刚刚突然想到 如果令老板在出国的时候 没有我或是其他可以语言沟通的人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 我会就会待在饭店里面 你就会待在饭店里面 或者是在附近走走而已 那你觉得正美跟正男 因为欧文费他们自己日本熟到不行 我觉得他们可能需要 因为我们那天聊天的过程 就觉得他们好像也不太 其实跟我差不多啦 就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吗 对啊 我觉得有个小区域还好啦 如果假设你是在那个捷运站 然后大家就约几点 捷运站 地铁 地铁 大家几点就约那个地铁 我觉得那个区域大家还可以 然后就可以分头行动 但如果你今天只是说 哦我在饭店 然后晚上几点见 有点难 好那我懂 你知道我之前想到 我曾经有跟你去过员工旅行 我那会讲一辈子 下次好不好 下次再聊 我觉得这故事很长 想不完 我们有讲过吗 我们还拍过一支片 好久以前了 有讲过一些过程 好 那我们下次再聊这件事情 下次再聊 这个故事太长了 好吧 那我现在再聊别的东西好了 就是其实我在2月23时候 有看到一个数据报告 我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想要分享给大家 它是来自一个数据分析公司 叫做Data Reporter 然后它那个是每一年都会有分析 每一个全球以及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数位行销的一些资讯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是台湾网路使用者的分析报告 你知道现在截至2024年1月 台湾的人口到达了2394万 2394万人 怎么没有变少 还是有在增加啦 变少 这个国家要掰了耶 但是我记得现在不是已经是负成长了吗 没有 出生率低于死亡率耶 可是你2023到2024年 它的数据显示说还增加了2.9万人 所以其实还是有在缓慢增加中 但是我发现喔 它那个报告显示说 我们现在台湾人口的年龄越来越高耶 好夸张喔 你知道在25岁到34岁之间 就是大概我们的这个年龄层的人有13.8% 25到34 这也算是比较会赚钱的那个年纪 也不能 刚出社会 差不多在这个社会上大大活跃 然后在网路上也很活跃的一群人 我知道 最干的那一群人 上班会一起加班 然后会努力赚钱的那一群 对 大概13.8% 算少耶 太少了吧 对 然后55到64岁的人有14.6% 那65岁以上的人有17.8% 所以说55岁以上的比较年长者呢 占了32% 台湾的人口平均的中位数中间值 已经来到了42.7岁了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高很多 其实你可以去看这个年纪 你就会大概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55到64岁 这大概是准备要退休的年纪 那65岁就是退休嘛 对 所以你要想的是 25到34就是青壮年 青壮年要负担了 中老年人口的生产力 但是他的生产力的%数呢 只占了全人口的13.8% 所以听起来就是不太健康 可能一个人要抚养两到三个老人 他可能在缴税上面啊 或是在购屋上面啊 我跟你说 因为55到64岁之间 这个人口数这个里面已经包含我爸妈 我以前会讲说 这个年龄层是老人 但是我发现我现在没办法接受 叫我爸妈老人 也是老年人口 所以我都说年长 比较年长的人 年长其实听起来更老耶 真的吗 对 我觉得青壮年啊 青壮年是我们 好 青壮年是我们 那他怎么讲会 中年人 过半人 尊绝不凡人口 尊绝不凡的人 尊绝不凡的人好不好 尊绝不凡的人 现在占了32%以上 其实这个数据 其实我之前有研究过 那个人口的精致打图 然后因为我之前在学那个经济学 然后就看一下各国的成长图 然后其实台湾这个有点不太健康 因为最好的那个成长图 其实就是儿童啊 然后青少年啊 中年人啊 那边的精致打 是一个正常的形状往上 下面越宽 上面越尖 这样的代表呢 整个国家都有生产力 然后是往上升的 会进步的很快 现在有点像是倒精致打 对 现在算是比较 出生率很低嘛 然后中间会比较胖 然后上面会越来越小 但是他就变成是有点 吃太肥 然后你会有一个游泳圈的概念 但如果今天他再一直往上 然后下面又是很尖的话 整个国家就会变得非常不健康 然后大家的经济压力就会很大 所以你这个意思是要赶快真产报裹吗 但是这个很多面向啊 你今天要真产报裹 你还要有能力啊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生啊 而且现在又是小家庭 对 我懂你的意思 我懂你的意思 我没有没有 我只是询问你 我不懂你的意思 不懂你的意思 没有啦 我只是想说 就是台湾现在的那个 这个人口结构图 其实不算是健康的啦 真的耶 对啊 其实我们有一阵子会觉得日本是不健康的 然后后来我去比照近年的日本 其实是比台湾好的耶 所以他们人口出生率其实有慢慢的提高了 为什么啊 好酷喔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压力太大 然后青壮年人口比较少嘛 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上面 嗯哼 他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有其他的想法 你是说养自己都养不起了 还在养小孩 对 这样子吗 对对对 你现在是要跟谁呼吁 我怕我讲得太明显 我真的想跟你说 你看我们这个年代 这个年纪 你会担心什么 呃 能不能买的房 然后身体健康嘛 如果身体不健康 我就很多房租住不出来 付不出来 生活费付不出来 那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小孩 你就会开始思考 哇 我要怎么帮他存钱 我每个月的可花费的金额就已经变少了 嗯哼 就是这一些都是这个青壮年会考虑到的事情 是 对 尤其如果你今天又是一个北漂的人 那压力更大 没错 然后你要租外面 对 哦 然后 呃 各位 王家亲戚跟攀家亲戚的 如果有在听的话 这不代表我们两个的意见啦 我们就只是讲一个大概 我们就讲一个 青壮年会遇到的状况 对对对 青壮年 对对 不是我们啦 我们我们的另外在 我还在加油啦 我们在另外讨论啦 这不代表我们的意见 市场调查啦 很怕大家觉得我们算了没事 好 其实他这些数据就是这一个前沿 这前沿是要引导说 后面的话他在行销的整个的轮廓是怎么样 就是像是说呢 后面的数据反而是偏向说 大家大概是怎么样去运用网路跟行销的部分 我现在来分享这些 OK是讲这个哦 哎呀 对对对 那我刚刚讲那么深干嘛啦 我就想说赶快把它整过来啦 我想说我们好像要探讨一些 我以为是我们要增加那个年轻族群的人口要怎么办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是像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OK好好好 所以所以你这边要聊上网时间是不是 对对对 他后面的那个数据其实有提到 大家平均每天花在上网的时间有七小时 那大概有四小时就会花在手机上 这是讲哪一个族群的人 还是台湾人口 台湾人口 哇每天有花七小时 对他其实他那一整个报告有大概一百八几页 然后我只是抓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东西出来 七小时的话其实我也是在平均之上 因为我们工作都要用网路啊 对但是你有 你有四小时的话在手机上吗 我应该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我的手机反而比较偏娱乐 对 然后像是说他这整个七小时的时间里面呢 像是看一些影片大概有 平均花两小时半 你上面写看电视 看电视是指的是有线电视吗 还是就是指影片 看影片那是我写错的 那是我的笔记 你不要乱把我的笔记讲出来 我要确认一下 他是网路影片 还是只要是影片在哪个媒介都可以 影片的 他没有特别写 也有可能是我的翻译 我自己翻译不好 OK 你不要把我的这个漏洞讲出来 两小时 大家有两小时在看影片 好懂 然后网路新闻是一小时27分钟 听Podcast 这很重要 40分钟而已 可是我们的一加一电台的Podcast 基本上都大概快一小时 40到一小时 所以一天大概一个人就是只能听一个频道而已 一个Podcast而已 对但是他是说全部台湾人口的平均值 对啊对啊对 然后再来玩游戏的话大概48分钟 我游戏有这么少吗 有些人不玩游戏啊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玩那个P3R 然后玩了100还200个小时耶 他就是一个平均值 就是有些人把那个数据拉高 然后他前段只有玩博德之门 也玩了200个小时耶 那个小 然后我就在问他你到底有在上班吗 然后他说有耶有在上班 那他工作很爽耶 那朋友去聊吗 对然后他还会去看电影 他只要有那个 影展 影展的时候 他就一个月都泡在影展里面 然后平常就吃拉面 哇好特别的人哦 对啊 很好奇耶 很好奇 他就是拉高所有台湾人的平均值 说不定 不睡觉 一般人只玩 可能maybe10到20分钟 然后结果因为有 呃梁先生类型的玩家存在 所以整个拉到48分钟 而且我最不爽的是我上线的时候 我已经在 琐碎的时间在上线哦 他跟我说你有在上班吗 我好生气耶 诶不要测机看数据表人 好啦 然后他这里面还有 特别去研究到 安卓用户平均 花费一个月在 对不起我再说一次 他里面没有讲iPhone的用户 但是有讲到 安卓用户一个月平均 花费在社群app的时间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安卓比较容易抓 放那个木马程式 所以安卓里面这个数据 是从木马程式里面 统计出来的 你认真 还是你在污蔑 不然他怎么会知道 你是不是在毁棒 没有安卓很棒 我只是比较喜欢用 因为我看了半天 我就很想要知道 iPhone的大家的数据 结果他看一看 他就只有安卓的数据 好 我先说 他的安卓的数据 是什么好了 他就是在说 你这一个月 你大概平均有多少时间 是花费在哪些 社群的app上面 首先 TikTok 你一个月 总够花了 23小时 只有54分钟 接近24小时 都在滑TikTok 蛮少的 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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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有一天在滑TikTok 但是他是平均的 像如果说 你没有TikTok的话 而且TikTok的使用处局 应该是在25以下 对啊 主要啦 主要族群 其实我觉得23小时 54分钟 是一件 蛮长的一件事情 他反而比YouTube 还要高 因为在YouTube 是23小时12分 YouTube都是比较长影片 然后TikTok 如果只有一分钟的话 大概可以这样 一路看到23小时 我觉得很厉害 很厉害 而且你是被动看影片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下一支影片是什么 对 但是你在YouTube上面 是主动看影片 你主动搜寻 你想要看的东西嘛 没有 你有可能是首页推荐 但是你可以选择 但是你选择权比较多 对 所以你知道有个方向 除非你今天又是在YouTube 看那个短影音啊 那他也是被动的 好 对 然后再来用Facebook是20小时 IG是12小时 我很意外 FB有20小时比IG高耶 因为你要看啊 它是安卓用户 一个月的平均 年龄层的问题 例如说 可能25岁以下的 大部分在用TikTok跟YouTube 然后但是 40岁以上 大部分在FB划吧 你不要输啦 我就说那个潘令姐 潘先生好了 有时候他可能 IG跳了通知以后 他就看了IG 滑了一下了以后 就不小心滑到短影音 然后就一路在 Facebook上面看短影音 大概看了一个小时都有 我的短影音 基本上都是在IG看 没有 我也有看过你在Facebook看 因为我通常听到一些 但是FB就是那种 你看完就觉得 看我在看什么 它就是比较偏大陆的影片 嗯 我很常听到什么歌 然后在卖直播的东西 大小羊啦 三只羊网路公司 哎 廖 你怎么知道我在讲什么 因为他们那种病毒式影片太多 就是他会 一个直播 然后很多 小羊歌什么的 然后各种 不同的人把它剪成影片 然后他就开始都丢在FB 然后演算法就会看到你 就开始丢 然后他影片都短短的 所以你不要已经看了 就会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但其实你看完完全没有任何的 想法 也没有帮助到你任何东西 对 你现在 瞬间我现在考你 嗯 脑袋里想到的 第一个短影音是什么 好难 没有啊 你现在脑袋里没有任何一部短影音 很空 你问我说我今天看什么短影音 我记不出来 干 怎么会这样 但如果你问我长影音 我记得出来 所以看短影音的人是不是就这样子 看过就没了 你淘汰也记得一首歌 或者是 或者是一个片段吧 连讲都讲不出来 那个啊 什么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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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ip back slip 对啊 slip back 已经很久之前了 那大概是你三个月 四个月前看的东西吧 我是10 我信10 那也那一年了吧 呃 最近的 最近的 没印象欸 你完蛋了 没印象 没有我看短片都会这样子的啊 那你记得吗 蛤 你跟我一个好 你也不记得啊 我很早在看啊 我想想 哪里那我很早在看 完蛋了 我这样问你 我自己也想不到欸 对啊 哦 我想到了 一个舞步 好 他会有五个pose 登登登登登 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是五个pose 登登登登 然后开始左右 不同方向的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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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但是你看短片你永远记得说我刚刚看了一加一的影片 哦 我看了九妹的影片 嗯 就是你永远会记得那个长片是什么 然后大概在讲什么主题 好啦好啦好啦 大家要记得自己看了什么reels 或者看了什么shorts或tiktok啦 然后下次再考你们 大家被考了以后至少 觉得说哦 你是有代脑在看短片 嗯 我下次会记得这件事情 因为我会不小心滑 我已经没有办法 我已经被通话了 就还是会滑到一些iG Reels之类的 但是我会设法记得我 今天至少记一支我看过的reels这样子 我前阵子看到一个网路的影片 然后他在探讨说 国众生现在最流行的社群平台 啊 他说国众生最少用的社群平台是什么 你猜看 Facebook 错 IG 错 社群平台 YouTube 呃 他也算是聊天 聊天软体啦 LINE 对 你不觉得很意外吗 LINE吗 因为我本来一直以为是FBA 那他们用什么私讯啊 对 这就是我很疑惑 因为在那里的影片没有表达出来 但因为我都会觉得LINE 它就是一个通讯软体 那就是你跟朋友之间会聊天 但他们说这个东西只有 他的爸爸妈妈长辈们在找他的时候 他才会用 然后我就心里在想 那这些国众生他平常是怎么跟朋友去聊天 IG小猴子吗 对 好像因为他们的第一名最常用的是IG 所以他们是不是都用IG去私讯对方 哦 哦 这样不能传贴图耶 这些IG贴图也是老人在用吗 老人在用 还好买了一堆贴图耶 对啊 很意外耶 但是我觉得是会不会跟你的生活工作形式有关 因为LINE就是你出社会一定会用到 不管你是工作上面或是联络事情上面 对啊 就习惯性大家一定会是可能用LINE或加LINE去聊 你如果用IG是聊工作 你到底要怎么记录那个工作内容 而且要怎么搜寻 嗯 对啊 然后再加上他们是国中生嘛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跟朋友是上课的时候会见面 嗯 所以不需要可能这么及时有一个软体在 嗯 有道理 嗯 那我就不说我们以前了啦 我已经及时当我知道的不要再说了 嘿嘿嘿嘿 但我很意外 我真的以为是FB 我也以为是FB耶 嗯 然后但反而 其实TiTok是有出现但是也不多 但是因为他他当然应该是又划的 但是你也不好私讯吧 聊东西 聊天的话 嗯嗯 反正现在就是IG算是 已经算是台湾的主要社群平台了 比起FB 我以为IG已经变成变老人化了耶 我看到一堆之前有一些文章这样想 对啊 但是代表说还是最多人在用的啊 因为你看国务生都会用啊 嗯 还有一点是 YouTube其实没有死 大部分还是会在YouTube上看影片 嗯 长影音其实就是 它跟短影音就是完全是不同需求的 如果今天要找一个 你要主动查一个讯息 或是要学东西 你会找YouTube 那如果你今天是打发时间 你就会看TikTok 就是短影音这样 TikTok或者是Andreals 说到这 它上面也有一些 就是报告是讲说 YouTube台湾的搜寻排行是什么 嗯 我就讲几个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 第一 排名第一的是 就歌 歌 歌 音乐 music DJ都有 就是跟音乐相关的 歌曲相关的 在搜寻排行里面 占蛮高的一个比例 嗯 可以理解 因为很多人会把它当作是 听歌平台 没错 然后第二名是新闻 嗯 新闻也可以理解啊 尤其是中天没有电视台后 可是 因为像我家 现在没有装第四台 所以我家在看新闻的时候 其实 也都是开YouTube 开新闻直播 但是它跟那个 呃电视台的那个新闻会是很联动的吧 好像是同步的 因为它有直播 所以现在真的不需要有线电视的耶 其实不需要 但它其实这样会牺牲掉自己的有线电视的收视族群耶 可是 但它们如果不这样做 必须 不然它就是会在这个网路的洪流里给被打消失 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震动期要转移过去 以后可能都是也是用网路了 我觉得会越来越多了 嗯 然后像第三名是直播 什么类型 直打直播 因为它是搜寻关键字 哦 嗯 但是直播 因为像我如果我们家要找新闻直播的话 其实也会搜寻直播 所以有可能有一些是跟歌 因为直播里面也包含了新闻啊歌啊 什么那些都有 新闻 呃 还有实况吧 对对对对 对 然后后来后面 你知道第九名是什么吗 市井豪门 这该会是八点档吧 呀 它才到第九名啊 这个是类似之前的那个什么 台湾龙卷风 对对对 香土剧的类型 香土剧没错 看的人蛮多了 嗯 十一名是蜡笔小新 诶 不可思议吧 妈妈 现在还有人流行吗 为什么会在YouTube上蜡笔小新的搜寻台行这么高啊 为什么 不知道 很酷吧 近期应该是要什么鬼灭之刃 鬼灭有点久了 咒素悔战啊 我不知道耶 然后十二名竟然是抖音 为什么在YouTube上面搜寻抖音啊 对啊 你载个抖音不行吗 你就是不想要载抖音 所以在YouTube搜寻抖音 然后又要成 又不敢称认说自己都在看抖音 对 我没有看抖音 我都看YouTube 然后就YouTube搜寻抖音这样 你的YouTube的推荐全部都是抖音影片 很妙 那除了YouTube搜寻以外 其实它上面还有Google搜寻跟购物有关的排行 嗯 第一名是Momo 嗯 你是不是都是用PC号买东西 我是PC号挂的 但其实大家大部分人好像都用Momo耶 但因为我不太喜欢Momo的界面 你不喜欢粉红色是不是 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是真的真的 我觉得它界面不是我喜欢的 嗯 搜寻上面也不太方便 但是Momo确实现在 如果你以前我是如果很敢 想要明天就到这个东西 我会选PC号 但现在好像Momo比较快勒 看东西啦 看时间点 如果是那种 呃过年前或双十一那种的话 它也不是会马上来 嗯 然后第二个是搜寻Nike Why I don't know 在Google搜寻Nike 嗯 所以Nike的鞋子 还是有很大的市占率咯 嗯 第三名是 虾皮 啊虾皮我很常搜寻 我每次要找东西 我就会打个虾皮 嗯 第四名是咖啡 Why 大家对咖啡 为什么台湾人那么爱咖啡啊 我觉得咖啡这个选项 来到了搜寻排行第四名 我觉得肥一所思耶 如果你说地图上面 在那个Google Map上面搜寻 我可能咖啡会是第一名 为什么 因为我们蛮常出去一个地方 然后就找咖啡 但是它是纯Google搜寻 它不是地图搜寻耶 嗯 然后第六名是机车 第七名是LV 嗯 第十八名是后背包 怎么那么明确的东西 呵呵呵 如果是行销产业的人 可以这样子看看 你觉得有什么东西适合你卖哦 那我就有一个包包叫做 Momo后背包 LV时尚款 这样子 机车图案 你只要有这些关键字 在你的产品名称 你就很容易会被人家看到 Momo没卖的 咖啡色IKEA同款 LV最新流行 机车 机车造型后背包 虾皮有卖 全部都有了 保证你的销量第一名 就放到你在这了哦 好啦 那我们休息一下 Zither Harp Oh I guess honey Tasting sweeter with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 don't talk about it, we don't have time We thought love was something we wanted to find But now I'm a stranger and I'm still just alive But do you remember, August, honey, you were mine We don't talk about it, we don't talk about it, we don't have time Well, I've loved you from the start And I've loved you from the start We don't talk about it, we don't have the time We thought love was something we weren't meant to find But now I'm a stranger and I'm still just alive But do you remember, August, honey, you were mine We don't talk about it, we don't have time We don't talk about i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我一直这样 然后或者一直是有摸鼻子的声音 大家就是 我觉得宽容一点 因为令老板他上一次 真的是 不知道是天气在变还是怎样 他整整两三个礼拜 超级大过敏 超级严重耶 他真的是没办法克制住自己 然后他晚上睡觉的声音 很恐怖的那种 你有录吗? 我找一下 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他是真的 真的不舒服 接这里 真的要听吗? 大家注意哦 音量注意 音量注意哦 怎么会有嗡嗡声 录多久 好 差不多是这样 好不规则哦 很不规则 而且他会有一种 嗯嗯嗯嗯 就感觉 好像快 没办法呼吸 烟住的感觉 对 然后 那一段时间令老板就是 他睡也睡不好 早上起来的时候 也没办法呼吸顺畅 所以 请预料他 但我是真的 应该要离麦克风远一点 因为我自己回去听的时候 在剪的时候 真的觉得 哇天哪 我受不了 但是你也剪不掉了 不是吗 对啊那声音避不掉啊 好啦真的辛苦大家 对他今天就好很多啊 我今天好很多 对 所以 就正常很多 好不好 就是过敏啊 人之常情 大家 嗯嗯 如果我们的听众有是这样 这方面的专家 麻烦私讯 救救我 他现在是基本上是每天用药在掉 那正直啊 那正是每天吃药 哇吃到一块有抗体了 嗯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真的抓不到原因 就是你要说空气脏 但是 我的那个脸都已经塞在 那个空气吸引机 还是会这样子 你是不是之前有去大医院检测过敏员 他说这就算是百分 呃 百分之九十的台湾人 应该说亚洲人 都有那种 鼻 就是你的鼻子里面的管线比较窄 或是有点弯折 所以很容易一点点的发炎 或是一点的肿胀 就会让你过敏 哇 那这时候怎么办 切掉 可以做手术啊 但是手术我不知道 我没有去评估过啦 嗯 就有可能他可能做完过几年 还是会这样 不知道 好总之就是这样子 好不好 谢谢大家关心 我也好好的 好啦 真正进入QA Only说 那你每次认错都很在讲 全部都是我的错啦 分不清楚是真的在认错 还是在敷衍引力 没有啦 他没有这么的 那个口气不对吧 不对 没事 全部都是我的错 我的错好不好 都是我的错 我真心的啦 我真心觉得就是 我是因为很容易做错的人 所以全部都是我的错 嗯 就没错 哈哈哈哈 从来你学的 哈哈哈哈 就没错是什么 你后面不要补这句就好了 我就可以进下一题了 好好好 你进下一题 我没有敷衍他啦 如果真的错 我基本上是会跟他 好当下不会说啦 说我的错啦 但是如果最后真的发现是我的错 我自己会 因为我是一个会检讨的人 比较容易会检讨 就会很明白跟他说 我刚刚错了 这样 但是我跟他说 我错的时候 我也会说 你可能某个地方 哈哈哈哈 很烦 所以大家不要跟水瓶座 不是 嗯 不要一片感觉水瓶座好了 劝大家不要跟潘令杰吵架 因为他吵架的时候 讲道理不是吵架 呃 跟潘令杰正式认真的讲道理 因为他会 讲一讲他自己的错处以后 他也会挖一个错处给你 然后他就会不停的变来变去这样 变是辩论的变 嗯 因为我认为就是没有所谓的 单方面的错 对 没有 全部都是我的错 全部都是我的错 BM 不是BMTI MBTI 是辩论家 OK 这是令老板潘令杰 OK 好下一个 CT说 身为兽医师的小提醒 但个性可以接受的猫散步 OK 不过出门或者在阳台等的户外 建议还是要避开一下鸟类哦 因为鸟身上可能会带有一些病源 可能会造成猫咪的呼吸道感染 我们通常遇到咳嗽这些呼吸症状的猫咪 都会问一下说 有没有接触过鸟类的可能 有些有机会知药治疗 有些可能吃了药还是效果有限 另外猫猫出门在外 跳蚤必湿的预防也要记得做哦 刚好这集遇到了 所以就借机会 笑也 借着这个机会味觉一下 家里两只猫猫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咯 我基本上这辈子应该是不会再带猫咪出门了 为什么 我上次已经吓到了 就储备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啊 就是我必须要先有一个让它熟悉的空间 然后再帮它扩大 但是我现在那个环境都有点 直接给它一个大海 它没办法掌握 应该先从浴缸的开始 对 没错没错 但是它 它的提醒非常正确 我其实戴帽之前 出门之前的 我有先帮它点那个 点药了 点药了 对 但是鸟类这个东西病源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下一位 38岁已婚人士说 谢谢你们当别人的树洞 也愿意分享自己的看法 功德无量 希望你们也都能找到 可以分享秘密的树洞 树洞是什么 就是有一些 动画 卡通 童话书 或者是影集 就是有会演 有一棵树 树是有洞 大家会把自己的秘密 一个对着树讲话 对着那个洞讲出你的秘密 你的树洞就是一个 垃圾桶 像是可以发现你真心 画个秘密的地方 我们这边也可以啊 还是说谢谢我们当别人的树洞 我觉得树洞这个词蛮不错的 比告解师还要好 因为告解师有点好像我是神父 我是一个比较高尚的人类 也没有 但是告解师比较好笑 好 我们可以找到分享自己秘密的树洞 这件事 其实我们是对方的树洞 只是那个树洞有的时候会回话 你就错错啊 会有这种反应 他可能偏向镜子 对那时候也不是很期望他可以 他要回应我啦 希望他不要回应 那原本我们对于可能把对方当树洞的理解是 我跟他讲说 我好烦哦 我好累哦 就是他给我一个回应就好 是哦 我回我就好了 但是我们这个对方的树洞是 我跟他说 我好累哦 那你昨晚干嘛熬夜 我就跟你说你应该要 早点睡哦 早点睡就好了啊 你这些东西少一点啦 你这一定是有一些解决的方法吧 你自己想一下就不会那么累了啊 不然不要在那抱怨 那树洞是会回话 可能里面的松鼠蚂蚁比较多啊 看心情啦 看心情 下一个卡远迪说 这一次iOS17有一个 Apple内建的新软体叫做日志 这个软体比记事本好用哦 可以试试看 我有看到啊 因为我的照片他现在 不断的提醒我说 你这个照片可以放在日志 但是我就没有要写日志 我只是想要有个备忘录 记得一些我忘记的事情 我好像不是要追求去写日记的 对啊 日志有点偏认真你知道吗 就是我要从头记录 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有哪一些照片 那个软体蛮好用的 就是他会自己去抓 你今天的照片里面有一个moment 然后他也会分享 他的那个地址在哪个位置 然后天气那些 然后你只要打一些星星小雨 就如果你认真要做日记的话 是蛮快的 如果是旅行日记好像不错 对 我刚刚想到如果是健身的那种 健身日记跟饮食日志 好像也不错 但是我们刚好都没有 这两个需求目前 不想做 对 我们只想要有个备忘录 不过还是蛮酷的 谢谢大家 再来是Friendship Ship是那个 下着Ship说 听力 is got 这集的时候 令老板不知道是过敏 还是感冒 一直吸鼻子 那个声音让口音症的 我很焦虑 哎呀 对不起 这部分我们刚刚上面讲过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自己也觉得很难听 对 你的反应是对的 没错 下一个柔依说 立描述抓捕11号的过程 实在太有临场感了 好好笑 但是真的是吓死了 我当下是真的没办法笑 我这一脸错二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那过了就好了 现在11号是在家 无忧无虑的在跑来跑去 他最近有一阵子 他就是开始不想要往外面冲了 但是他今天开始 又想要往外面冲了 我就可能过一阵子 我再带他出去见见失眠好了 你刚刚不是说不想 现在又 那矛盾了 他开始没有在吵了 他晚上又在那边 一阵子刮啦 一阵子刮啦 他大概又突然间想到 然后又在那边开门 对啊 我要出门了 这个就是他忘记了外面的恐惧 我是必须要让他恐惧一次 那一天他终于了解到外面的恐惧 下一个学测焦虑的高儿生说 我真的觉得令老板歌单都好好听 之前有说过会为观众做一个spotify歌单可以去看 但是因为我没有在用spotify 可以请令老板在美籍的资讯栏上打上歌名吗 这样我就可以自己上网找那首歌了 然后知道是有音乐辨识的功能啦 但是因为听podcast常常是带耳机不是很方便 怎么你现在在思考嘛 要不要在资讯栏放歌名吗 好懒惰喔 因为我现在spotify播我只要打工 他就跑到那个歌单里面去 对啊 但确实真的没有在用spotify了 好啦我来做啦 我来做啦 没有没有 我在想 他也许可以看YouTube听歌啊 开我们这个电台然后去听歌 设定那个time call给他 好啦我来做 好啦好啦你再帮我打一下歌名 我帮你打 如果忘记你记得问伊莉啦 不要问我 不要找你老板 他居然觉得懒惰直接讲出来 不是因为我刚才想说我可以答应他 然后后面摆烂 人家想说不行 我如果做不到我就要说我做不到 不可以做摆烂这件事情 对对对 我一直说我不能答应你 然后结果没做到 这样子我就很失格掉 但如果一开始就真的做不到 我就直接跟你讲我做不到 好 那所以如果有问题 因为伊莉说她做得到嘛 以后有问题就找她 但是那个18里白那边歌单 这边我是做得到的 好 大家每个礼拜去听 应该都会有一些新的歌加进去 这样 嗯现在是由令老板负责这块了 是是是 下一位顺仔说呢 可以请你们转答给欧文一件事吗 最近在街头有个叫皮蛋 长得很像他 想问问是不是他的兄弟 谢谢 我有贴那个连结给大家看 他只回我 杀小 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有看到这个影片 但那个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真的也是想到他啦 因为他就长发啊 然后有胡渣啊 然后脸也是尖尖的啊 然后年纪可能相符 但是他们个性差太多了啦 眼睛有一点点像 但是就是第一眼像 后面不是很像 你只能说他们的形是一样 他们 风格 就是对于外表的风格是一样的 但如果有人说我个性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但我有看那个影片 我觉得他算是反串 应该说他算是演 演一个这样的人 然后我觉得是蛮有创作力的 因为毕竟那个是张力要很够 为什么我会知道是演的是 因为他其实陆续播 呃 放了超多类型的影片 然后都是这种方式 所以你有在看TX 我有时候在IG会被有些人 从TX转录过来的影片这样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对 我觉得他比较是用创作型啊 好 其实蛮好看的 因为觉得他的那个性格变化很快 你说欧文吗 不是 我就是说那个皮蛋 皮蛋 反正欧文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啦 你有看过吗 我有看到你转发到群组里的东西 那你有看吗 我有看啊 我就说我看了第一眼觉得有点像 但后面觉得也不是很像 那你觉得他风格很有趣 我可能不对我的位吧 好 下一个于轩说 我也最喜欢下一站幸福了 重复看了三四片 还是觉得不小心会看哭 你哪把说的剧我都没有看过 听到这一段不小心的扑枝一笑 像你们五六岁应该没差那么多吧 你上次是讲的什么鬼 我讲的那个英雄那个叫什么 痞子英雄 痞子英雄啊 西街少年 西街少年我没有我不喜欢 我在肯定天际情 宏宇宴的啊 我在肯定天际情真的是有点久啦 会吗 但是我觉得应该跟下一站幸福是差不多啦 没有 下一站幸福是有一个台词是那个 大概差了几年有了耶 对啊 那应该也是同时期啦 因为台湾最红的偶像剧就是那个时期啦 好吧 下一个Sandy说 二手拍平台可以直接使用 7-11的卖货便啊 直接用限时动态发链接给大家 先下站者先买 卖家与买家都是匿名不公开的 运费35元 而且入场只有10元手续费 如果卖家账户是中国信托的 甚至不用手续费哦 算是很隐匿的方式贩卖 Sandy你是叫7-11的行销 它是广告代理商 对啊 它是行销人员耶 它连那些付费金额都直接写出来 但是听起来还不错耶 没有 我们后来有去研究 我真的觉得不错耶 我们现在在有意说 是要用7-11还是全家啦 不好意思 因为感觉是超级的 因为后来查一查去 全家也有 对 就是都有同样类型的东西 反正都是在便利商店交易取货 但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好建议 我们应该会朝向着放载 因为我觉得 比起放什么旋转拍卖跟虾皮 就是还要打那个正确的品名 真的有点麻烦 那这个就完全不用 因为你们也是 透过连结然后来买的 这样比较适合我们的二手选物 也不会花太多时间 好 我们会努力的去研究它 现在那边叠的 就是一座小山 我猜再过一个月 它就变成一座大山 再过三个月就要搬家 对 大家不死的时候 关注一下我们 应该随时会开 对 再给Evan说 这是我第一次留言 听完EP46的时候 只想对令说 等你有小孩的时候 就会知道歌单有多么精彩了 现在我的Spotify 已经被迪士尼 神奇宝贝 还有一大堆故事的podcast 给占据了 只能说且听且珍惜 我知道有很多人 有这个困扰 但是我有一个观众 他就私讯跟我说 现在有一个功能 叫做什么 类似派对吗 或是一个群组 就是他可以开一个主题 然后大家进来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歌单加到里面 然后那个里面 不会影响到你的 自己的歌单的演算法 所以你要帮你的小孩 创一个Spotify的ID 如果有的话 这个是个陷阱题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 如果是大人要给小孩听音乐的话 还是用大人的账号 去播那些音乐 然后929只演算法 就会变成这些东西 我还没有实际上怎么用 但他应该是可以 从那个群组里面开后 丢进去的 应该都不会影响演算法 是哦 对 因为我看一下画面 前阵子手机有出现 但为什么 最近好像又不见那个功能呢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 好像有 有一个什么派对 对对对 我忘记是不是派对了 反正类似啊 这样 好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各位爸妈妈 或者就再开一个账号嘛 反正那个账号就给小孩用啊 你以后要用播歌就开那个账号 好麻烦 好啦 不要伸不要伸 就这样子 他已经伸出来 来不及了啦 好 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各位订阅六周围 拜拜 谢谢古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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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